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告诉大家 中国古代透过关心预知天命 在明世宗嘉靖年间 紫薇抖树全书重新编撰 告诫世人要知命去面对改变生活的困境 而不是认命而没有作为哀声叹气 研究紫薇的专家也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 人生的好坏运就像是一个牵筒 这里头有好牵当然有坏牵 当你在事业上抽到了好牵 很可能在感情或者是健康上就会抽到坏牵 世界上没有实权实美 接受命运不完美的事实顺势而为 内境的时候等待时机 顺境的时候常怀感恩 其实不用安太岁看紫薇 每年都能够是个平安的好年 我是林一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发烧话题决断就底 急日锁定热血之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